姐,跟他离了,大不了你碰我养你啊 小伟,你能不能不要在这添乱了 我再和你姐夫商量商量,你不许闹说话 姐,你还跟他商量什么啊 这信卓子明显看不起咱啊 什么叫送房啊 我那不是花真金白衣买的啊 你别仗着自己有两套房 你在我们姐弟俩命中臭显摆 你显摆什么啊 那你倒是干一点让我能瞧得起你的事 一百万的房子,五十万买 你没脑子,当我也没脑子呢 姐,你听听啊 有这么说自己小舅子的吗 这是一点便宜都不让人占啊 凭什么要让你占便宜啊 你全家惯着你,我可不惯着你啊 哎呀,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 都是一家人,别伤得和切 我可不敢当啊 我哪有资格跟卓总在这里谈关系啊 陈小伟,你再这样阴阳怪奇 信不信我错你 只是,我知道 这次要你把房子这么便宜卖给他 确实是个不情之心 你看他这个屌样 我爸妈身体也不好 他也没什么博士 你就当可怜可怜我父母吧 帮他们这么一次吧 房子,我体谅你们父母 把你们带到不容易 我也愿意尽到我女婿应尽的责任 但是帮他承晓我 实在不在我的能力跟职责范围以内 我要是现在一只脚踏进这个泥潭 这辈子我就只会越陷越深 你早在这说些大英年的话来忽悠我姐 我告诉你 我姐自始至终都是我们成家的人 你别想调破我跟我姐的关系 你弟现在的态度你也看到了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 要么咱们就此打住 我们好好过日 要么你就跟她回娘家 让她养你一辈子 你选吧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跟她们一辈子 耶